这个头戴曲棍球面具的男人 绝对是有史以来最牛的杀人狂 仅凭手中的一把大坦刀 硬是从地球东路直接杀到了外太空 他的肉身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还单凭一己之力干爆了一艘星际战舰 军方最终通过重型武器才将他抓捕归案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更恐怖的真相 杰森拥有不死之身 军方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无法将他杀死 只能用铁链将他牢牢锁住 并且派遣专人不分昼夜的看守 但一群科学家看中了杰森的不死之身 打算把他放进实验室进行研究 面对科学家的这种作死行为 研究员罗文想要阻止 但科学家已经得到了军方授权 他们今晚就会把杰森 转移到斯克兰顿的研究中心 可将军在拿掉麻袋后却突然发现 下面挂着的竟然是看守杰森的士兵 就在这时 杰森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只是瞬间就干掉了两名士兵 反应过来的人立即开枪 可他们忘了杰森拥有不死之身 很快就被杰森消灭的一干二截 科学家刚想逃跑 就被杰森投出一根飞叉当场干掉 这时外面的罗文好像听见了什么动静 忽然 后打两米的大铁门被猛的撞开 五分钟前还生龙活虎的将军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罗文急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谁知将军在到完签后很快就隔片 直到这时罗文才发现 大门里面已经变成了人间猎语 眼看这个恶魔就要再次维护人间 罗文冒死将他引入了冷冻室 等杰森追进来的时候 罗文藏在液弹瓶后伺机而动 随后用散弹枪不断攻击 最终将杰森逼进了冷冻舱 紧接着他急忙关闭舱门启动开关 随着液弹不断喷洒而出 杰森的行动能力开始越来越慢 眼看大功道成 罗文刚准备松口气 谁知杰森竟然一刀捅钢板 半截刀身直接命中了罗文的要害 而罗文这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随着液弹开始泄露 系统自动关闭了所有出口 最终他和杰森一起被永远冷冻在了这里 时间很快过去了400年 抑制人类的探险队重新回到了荒芜的地球 他们无意间打开了这间冷冻室 决定在这里面寻找宝藏带回去 冷冻舱里的东西让他们十分兴奋 于是在队长的命令下 他们打开了关押杰森的舱门 这种古老的人体标本 在未来世界比古董还要值钱 然而他们现在还并不知道 值钱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而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比杰森保存的更好的人体样本 正埋在一堆废旧的塑料管下面 经过机器人扫描发现 罗文的身体细胞还存在活性 依靠400年后的医学技术 完全可以让他起死回生 但由于他们的闯入破坏了罗文的修女 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对他进行治疗 于是众人急忙将两人带上飞船 紧接着返回停在外太空的御书船 经过科学家检查后发现 杰森的身体细胞没有任何生命特征 已经失去了治疗的价值 唯一的作用就是送去博物馆进行展览 而罗文的身体细胞还有四分之一的活性 只要使用医疗纳米机器人 就能在半个小时内将罗文重新复活 于是科学家立即开始着手 对罗文进行细胞再生治疗 随着纳米机器人逐渐包裹罗文的全身 他们立即钻入罗文体内 开始从微观层面修复他受损的组织器官 紧接着再注入1000毫升人造血浆 罗文只用了20分钟就苏醒了过来 Easy 博士被打了一巴掌后非但不生气 反而还十分高兴 因为他已经联系了自己的老板 只要把罗文和杰森这种老古董卖出去 他们下半辈子就可以躺着数钱了 但罗文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询问杰森有没有被抓住 可博士一听就立马岔开了话题 并告诉他现在是2455年 他可以先在这里恢复身体 之后新世界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 然而所有人现在还并不知道 现一步对他们敞开的是通向地狱的大门